生前最后一次登台演唱 一身未嫁的她特意穿上了一身婚纱 然后站在聚光灯下 跟这个世界跟万千爱她的歌迷体面告别 彼时的梅艳芳已经到了癌症晚期 六个月前她公开宣布自己患病的消息 但从她的身上看不出一点绝症病人的虚弱和悲伤 在梅艳芳最后的日子里 她没有全身心投入治疗 而是坚持举办连续八场的告别演唱会 舞台上的她竟显天后风采 但当时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她的身体状况已经很差 痛到直不起腰来 台下十几台暖风机对着她吹 可她依然冷得浑身发抖 而她做这一切 为的就是给自己一个交代 给歌迷一个交代 这是电影《梅艳芳》中的一幕 脸映时无数观众看得热泪盈眶 电影的魅力就在于 无论她们是否曾经认识梅艳芳 在这一刻都会为她的精神动容 作为风华绝代的一代天后